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问的是 你确实做过这件事 如果你相信我 就不该问这个问题 我有我的理由 我要确认我的假方是在道德上没有瑕疵的 你的假方是V公司 不是我 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一个女人 没有理智到能把这个概念分清楚 我要满足我的道德感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你想知道 我面对那些失败的投资者 心里会不会内疚 我的那些投资者有自杀的 也有在街上追我的 还有直到现在都在打工还债的 你说我会不会内疚 可是内疚没有用 因为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 公司破产了 我就对他们没有责任了 告诉你这些 可以满足你的道德感吗 徐荣欣得到了满足 我相信 你应该是第一次跟一个 不太熟悉的女人讲这些吧 一起吃饭吧 有没有人说过 你打字的样子很优雅 工作期间我应该少说废话 你告诉我的都不是废话 我会建议许总给你加薪的 最近有没有什么 许总平时呢 是不喜欢凑热闹的 但是最近几周 他都会去参加一个叫 失踪者的护照会 他去干吗 谁知道呢 可能有他在乎的女孩吧 你刚刚说给我加薪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能告诉我 他在乎那个女孩是谁 就是真的 不定有在日本的女孩 徐荣 我出去一下 大概两个小时以后回来 如果有人找我 就让他打我电话 好的 对 特别近 会不会就是那个女孩呢 好吗 你好 我叫Jack 像你这样一个大美女 在这儿喝闷酒 是不是失恋了 不管啥吗 有我呢 对不起 我要走了 这么早就走了 要不然留下来陪我呀 你把手放开 不然我翻脸了 我就不喜欢看你翻脸 我放开 现在是试安检查 好吧 请你出示身份证 看什么看的就是我 又一个人来喝酒 我才没有 她是我的男朋友 身份证 走啊 去你家 哎呀 放手 不是说是你男朋友吗 你已经死了 你懂不懂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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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乱 放开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走啊 你神经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废什么话呀 走 去你家 别扫兴啊 你神经变谁呀你 走 你放开我 干吗 在大街上 不要拉拉扯扯 她是我老婆 我关你什么事啊 谁是你老婆 谁认识你 谁是你老婆 谁认识你 我们得先找到你的车 要不你就跟我回派出所 郁站 你干什么啊你 疯啦 你很凶啊 走啦 哎呀 走啊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不能动一个警察的警帽 你知不知道 跟我说你车在哪儿 我替你开回去 可以了吧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车在哪儿 找到你的车 你就能摆脱我了 你不是一直很讨厌我 也对 快走啊 小弟弟 你刚才打得超帅的了 你等一下 你害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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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离我远一点 你别这样说 就越受没你害羞了 你再说我就帮你靠枪 我跟妳 等一下 忽然在那儿 在那儿下雪了 你倒是说清楚 到底是哪一间 你看清楚就是哪 我看了下雪了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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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的房子涮起了 鎖 小眼鎖 是 可是 姐姐我懒的 好 进去 姐姐 要什么了不起 男女受受不清 我就不帮你洗点洗脚了 臭就臭吧 爸 你 你猜对了 说什么啊 我说 你聪明 聪明 我说 你猜对了 这个人 害我创车的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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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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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啊你 靠我 你想怎么样 我想 学手靠 莫名其他 你 你靠 好了 我 你 我靠什么 你要是不交給我 我是绝对不会放开的 你得先放开我才能教你 那好吧 我 手给我 夹着 扣了 好神奇喔 这个 这么快就扣了 莫名其妙 学着不知道干什么 是这样吗 喂 你干什么啊你 喂 这不是就弄上了吗 这不就是要靠起来的啊 那不然 到时候 你有毛病 你 你 你干什么啊你 你不要 你干 你干 你干什么啊 我学来就是要这样用的啊 那不然靠靠起来干嘛 我 我 你 小弟姐 因为你看过我的身份证 所以啊 所以你知道我的年龄 我就把你 靠起来 这样 你就不会消失去了 乖 你 你 你这是洗衣 喂 喂 许兰 许兰 我告诉你 你载不来我就死定了 你载不来我就死定了 你 服务员 麻烦您帮我这里收一下 喂 喂 喂 我不管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也不管你到底想不想起来 但是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你的徐兰老板在你门外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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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我家啊 怎么回事啊 你赶快去开门吧 喂 喂 你快去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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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总,你怎么来了? 我可以进来吗?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总 你跟张大宇之间的感情 是你的个人隐私 我无权过问 可是当张大宇被选为 青阳代言人的时候 你应该把这个情况 告诉公司 是 我错了 我个人的建议 你应该把这些照片 都收起来 不行 谁都不许动他们 好 我不动你的东西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把这些照片都扔了 要么你离开这里 我不希望你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情绪里 你还有工作需要负责 你还有新的生活要面对 好 要好好用 你不要打更多 对 你 不可能 我把这些照片都留在 都不想文静 我 你没有跟你说 我 我 别 好 说 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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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阿姨 我现在必须得赶回去了 我刚刚是跑线索中途赶回来的 你看 这儿现在全都毁了 我一口热水都喝不上 从早上到现在一口饭都没有吃过 不过你放心 等到周末时候 只要我一有时间 我一定把这里一切一切一切 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好吧 就这样 我先走了 这些年轻人 把这两个凳子给我搬走 还有拉沙发搬进来 阿姨 你来之前怎么样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这是在干什么呀 这样没法住人了 没法住 那你就别住啊 你搬走啊 我们昨天不都已经说好了吗 损坏这些家具 我全都赔钱给你 赔 你能赔多少 那两桌子 我都花了一千多块钱买的呢 我再去取钱给你好吗 钱肯定是要赔的 但是你必须给我搬走 你今天找几个人过来 把我家里面搞得乱七八糟 明天你包不准还找个车队 把我的墙给拆掉了 这房子 与其让你这样不省心的人住 倒不如放些旧家具 你收拾收拾 准备饭你走吧 那沙发呢 谁啊 你大白天躺这儿干什么呀 和我和杜云哥们结婚了 小两区变成婚房 我被赶出来了 你笑什么 我呢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要先听哪一个 坏了吧 我喜欢先背后洗 坏消息就是 我们家那个房东 在家里闹家具总动员 我被驱逐了 好消息呢就是 我们可以一起找房子 在你找到男朋友之前 你可以先拖在我这儿拖完 据网络红人辣椒书爆料 备受关注的 微公司某高管涉嫌欺诈 贪污两千万美元的 私募基金丑闻案有了进展 自从辣椒书 强烈要求微公司这位高管 向全体客户公开道歉开始 截至今日此时此刻 已经整整过去了 二十五万九千两百秒 这滴答留过的每一秒 这位高管都有机会站出来 忏悔自己曾经所放下的罪 天哪 仁慈的辣椒书给了他 二十五万九千两百次的机会 他竟然一次也没有珍惜 这是人神共分 因此我决定 将公布我手上的所有资料 我在中餐厅洗了三十年的盘子 这是我准备养老的钱哪 就这样被他洗劫一空 我要是再碰见他 我就拿着盘子砸破他的头 这是我妈救命的钱 就让人给坑了 我妈这连命带气 这么躺下就再也没起来过 当年师母资金的时候 他可是满嘴的好话 陪着胸脯说保证受益 差点把胸脯给拍烂了 就这样 我给了他十万美金哪 去连骨头杂都没有剩下 我是马侃 就回了 你能相信吗 我有整整八年的时间 没有走在白天的阳光下 为了还站 我就住在这个地下室里 我是牵活就牵牵就牵牵就牵 我手业颠倒地给人写上血 去避免店 我甚至不敢用自动手管机 因为我害怕他会嚷嚷出来说 您的卡上没有余额 我就像是一只 深埋于纽约地下的老鼠 这就是我的生活 一个哈佛拳奖获得者的生活 而这一切都是拜他送赐 八年的时间 已经耗尽了我对他的友情 他是个骗子 我要起诉他 今天我把这位高官的名字 透露出来 他就是 回公司大中华区的总经理 你说 喂 简单 我今天必须是徐总 进公司后第一个见的人 请帮我安排一下 谢谢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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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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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传播的速度真是快 恐怕这栋楼里所有的人 都看过我那段视频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你只想知道那段视频里 说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许总 对于您的过去 我没有任何兴趣打听 但是从公关角度出发 你必须要回答我几个问题 因为你的名字 已经被网络曝光了 而且公司的员工 从各种不同角度 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一个内部 安抚人心的做法 那个马凯的确是我的合伙人 公司破产以后 他的日子过得一直都很苦 那个时候我们的核心技术 被另一家公司抢先发布了 而能够接受到这项技术的 除了他只有我 所以我就成了泄密的 最大嫌疑人 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 事实真相 我希望你能够处理好 这场公关危机 不要让公司的形象 因为我受到损害 但同时你要做好准备 这场官司我可能会输 所以在发布会上 你一个字都不要替我辩解 许总 我相信你 谢谢 这一次我们不做正面回应 只是向公众展示 我们公司的社会责任感 和价值取向 许总 叶总你们都在 辣椒书的视频你们都看了吧 我有绝对的信心 可以把这件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只要我们立刻派出我们的律师团 对辣椒书 马凯 还有视频当中那些人提出告诉我 让他们知道 毁谤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们将面对的是 中国和美国最优秀的控方律师 杨总 他们没有撒谎 也没有造谣 他们真的都是受害者 我不管他们是谁 他们对公司的伤害已经造成了 告我是一定会告的 好了 这件事情不用你处理 这场公关危机 我已经全部交给叶总来处理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处理好的 放心吧 徐总 我现在就去准备 你又可以享受打击我的快感了 是啊 我好享受这种快感 不知道你看到马凯的视频之后 心里有什么感觉 他老了 而且眼睛里充满了仇恨 这些都要拜你所赐 熊家姐 我还真不相信 我就逃不出你的掌控 不过呢 你还是要来见我的 我有关于需要的信息 来不来随你 我被房东赶出来了 没事 我有一朋友正好要出租房子 就在那个CBD商圈 四十两厅的 房租给你便宜一点 一个月八千块 八千块还叫便宜啊 都丢我好几个月工资了 你说你刚被房东赶出来 心情得多糟啊 你现在就需要的是一个 又大又明亮的大房子 让你的心情变好一点 你听我说 钱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每天要开开心心的 可是我现在随时都可能会失业 是吗 你说啊 听听 崔大禀说 我这一个月发的所有的视频的点击率 加起来 还抵不过他付我的工资 所以我怕我会失业 而且这年头最难找的就是工作了 现在的工作是挺难找的 你也有烦心事啊 没有啦 听到你的抱怨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 就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了 你心态真好 你说我要找工作的话 肯定比你容易吧 你想放工作啊 没有啊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 我在电视上看到报道说 你们老板是骗子啊 那都是胡言 乱说 那他现在怎么样 有没有受影响啊 碰到这种倒霉的事情 心情一定很差吧 万多是我的话早就崩溃了 他就跟钢铁侠一样 没事儿人 那你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这还真不好说 你说这些有钱人 谁没有一本学类史啊 不是他自己的 就是别人的 今天上午他还跟我说 说视频里的那个人 就是他以前的合作伙伴 你说他跟我说这些干嘛 烦他的事 公司上上下下也不敢乱猜 岔了也白猜 那这么说的话 这件事就是真的啦 反正呢不管真或假 无论什么大风大浪 吓到最后的肯定是他 徐妍出事了 知道吗 不知道 徐妍谁啊 徐妍是威公司大中狂的总经理 今天看了新闻才清楚 他以前在美国是个骗子 我觉得这哥们挺帅的 没想到会是这样 骗子 是吗 骗子 这家租房广告完全是个骗子 一套房子同时三家租着 早上起来打了个电话 两个月前已经租出去了 太不靠谱了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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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不知道预算又超过了 预算又超过了 预算又超过了 又超过了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吗 要不要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好不好 我现在还要问你们一件事情 我们的部门通通都出去了 那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因为我们的房子到期了 马上就要被扫地出门 所以我们想在公司上网 查查看有关租房记录 你们的房子哦 你们同居了 不是 没有没有 通通都到期 你们骗我就对了 没有 我没有线索的 我最近找到一个失踪者俱乐部的团体 里面所有的会员都是有过亲人失踪的经历 他们每周会聚一次 谈自己的亲生感受 所以我想我只要追踪下去 就一定可以拍到很动人的故事 很动人的故事啊 你知道现在地球人已经忙到不可开交了 我告诉你 汤七七你说那些苦情戏 没有人要听了 现在没有人要看 现在很简单就是要吸精 吸精 吸了精之后才可以吸这个精 你了不了状况 我告诉你哦 你要去拍什么俱乐部 你去拍啊 除非你可以拍到西军女王小月月的故事 你能吗 你不能嘛 对不对 老大 我不能拍到小月月的故事 可是我一定可以拍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我相信只要有感人 就一定可以有关注度 就好像你当年去看罗大佑的演唱会 从北京到上海 每一叠车厢都坐满了去看演唱会的IT人士 你还不是一样挤在他们中间 硬做挤了一整晚上 还唱歌唱了一整晚的罗大佑 可是你第二天还是掉头又回来了 因为你没有买到演唱会的门票 嗯 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啊 我有没有看罗大佑演唱会 你怎么知道啊 啊 我那时候几岁 你几岁啊 啊 你笑什么啊 啊 这跟你什么关系 那你笑什么呢 我告诉你汤七七啊 这事情非常简单啊 我告诉你只要有点几率 点几率你知道 点几率上来之后你就没事了 让不然你就 了吧 哎 您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懒得跟你说了 你要小心哪 哎 老大慢走 好 树瑶骗光了你的感情财产 但你一听到她名字 还是那么着急又赶过来了 我来这里 是为了把一些话跟你说清楚 现在树瑶在我心里面 只不过是一个幻想 记忆里的那个她 和现实中的她不是同一个人 现在生活在美国的树瑶 是你们的人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劝你不要挖空心思 想利用她来要挟我了 是吗 给你看一下这个 我求求你 求求你不要报告我们 我求求你报告我们 他帮我看看 看 他放过我 我求求你了 不要想我 树瑶之后你没有找过女朋友 没有找过旧车 一直住在酒店里 每天就好像工作狂一样 躲在办公室里面 办公的时间 远远多过你休息的时间 为什么呢 让她这女人 把你的灵魂也带走啊 不要想我 不要想我 我真的没有联系过许然 我 同 同没有联系过 许然 回到中国八年 把自己给留放了 没有朋友 没有女朋友 没有业余时间 更没有私人空间 这秦淑瑶 过着跟你一模一样的生活 我们找到她之后呢 发现她是个失败的演员 离开了你 留了钱 就住在佛罗里达所房子里面 足不出户 但是每天要为你写一封信 只是从来没有寄出来过 你写她生命就控制在你的手里 你跟我们合作 她就活 你拒绝 她就死 你写她死了 你写她死了 那就死吧 你要知道 那边有一把枪指在她头上 我只要一个电话 那边就 好 好 喝我无关 徐安 我赢了 你现在就变成一个冷血动物 唯利是图 铁石心肠 我们现在是同一种人了 来 跟书瑶打个招呼 你好 怎么样 惊喜吧 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呢 是会写诗 爱唱歌 看电影会哭的小伙子 我早忘了那个小伙子长什么样子 真的很感谢你 把那个小伙子 变成了现在的我 我给你了 冷哭无情 心狠少啊 只有这样 她才可以和你 大干一招 很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床 上厕所 洗漱 做早点 然后出门 我这是个牌子 没有合理 出门 结果 她失踪了 而且是有预谋 有计划的 到那儿开始 我就整个变成了一个酒鬼 天天喝醉 不喝醉就回不了家 后来 我戒酒了 到现在为止 已经七百八十九天 没有碰过酒精饮料 我就说这些 有请下一位 我叫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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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许然 我叫许然